大家好,我是牛妈,今天给大家分享好吃又好看的花朵水晶饺 200克邓面,加入50克玉米淀粉,调和均匀 再300克紫甘蓝,加入300毫升清水,煮出颜色 煮沸之后再煮3分钟就可以把紫甘蓝捞出来 煮过的紫甘蓝还是可以吃的,我全部把它吃完了,一点都不浪费 煮好的汤汁,滴入几滴柠檬或者白醋 然后快速倒入淀粉,搅拌成面絮 再倒入20克玉米油,然后揉成面团 有一点要注意,和面一定是热水烫面 如果水温已经不烫了,一定要重新加热 面团揉光滑后,包上保鲜膜,松弛20分钟 这个时间段刚好可以用来准备馅料 先一根胡萝卜擦成丝 再将清洗干净的菠菜胡萝卜焯水 焯水之后的蔬菜切成末或者切成小段 再加入两颗提前炒好的鸡蛋 一把虾皮 盐,胡椒粉,蚝油,然后调和均匀 这个素馅不但好吃好看,而且营养搭配均衡 非常适合家里的孩子 然后取出松弛好的面团,搓成长条 再切成大小相等的面剂子 再将面剂压扁,然后擀薄 包入馅料之后捏出五片花瓣 全部包好之后,沸水上锅蒸六分钟 看看是不是特别的漂亮 小朋友应该都爱吃 好了,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 记得关注和收藏哦 有问题也可以评论区留言 拜拜,明天见